这个地方有个东西你肯定不认识 这个东西我还查了一下 现在一斤就能卖到十几块钱 它这个镜上面有金黄色的柔毛 它就是金毛耳草或者叫黄毛耳草 整个造型又像蜈蚣 所以有的地方也叫穿地蜈蚣 也是有非常多的用处 比方说 全身发黄那种湿热黄的 这个就是一个好东西的 放进来煮一下 倒出来 赶紧生一口闷 很清爽 没什么苦味 那么它的价值呢 在这个浙江明年常用草药 中国药质制 很多典籍里面都是有记载 尝一下 刚开始味道不明显 然后后面就开始变得有点苦了 但是比较轻微的苦 就这个味道 金毛耳草是嵌草科多年生草本 全草入药苦粮无毒 能清热力时解毒消肿 比方说 湿热黄胆 肾烟水肿 乳民药毒舍咬伤 创洁总毒呢 都是非常的OK 是有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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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机能